HELLO 大家好,我是Amy 今天就要做千層酥皮的麵團 它真的很有用,可以用來做很多不同的甜品 材料就有這些,大概可以分為兩部分 包括麵團的部分和牛油的部分 首先我們做了牛油的部分 我們需要用150克的牛油,再加50克的中筋麵粉 之後我們可以用電動打蛋器把它打均勻 如果你沒有的話,其實你用刮桌也可以把它們攪勻 當它們混合好之後,我們就可以用保鮮紙把它包好 然後輕輕壓扁它 當你包到一個正方形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輕輕壓成一個薄片狀 然後就可以放進冰箱大約2個小時,不用放在冰箱 然後就可以準備麵團那一部分 然後就要加入中筋麵粉,糖,少少少鹽 我們先混合乾的材料,然後再逐一點加入冰水 之後當它搓成一個麵團狀,我們就可以把無鹽牛油加進去 我習慣把它包一包,不會太容易飛到周圍 之後我們就可以繼續搓勻它 如果你沒有攪拌機的話,其實用手搓也是一樣的 搓到麵團吸收了牛油 你可以發現搓好的麵團是軟綿綿之餘,而且不會黏手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搓成一個球形 再用保鮮紙包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放進冰箱大約1-2個小時 大約2個小時後,我們就可以撒少少中筋麵粉 再拿麵團出來 我就會在麵團那裡用刀割一個十字 然後就可以打開麵團 這個時候就可以撒多少少麵粉 然後就可以把它四邊搓成交叉的形狀 中間就不用搓太薄 然後就可以拿出牛油 之後就可以放牛油在中間 再用麵團把它包著 如果有些位置沒有封好,就可以捏住口 因為一開始牛油會有點硬 我們就可以用麵棍壓一下麵團 先讓牛油平均一點才開始滷 之後就可以把它滷成長方形 但如果在滷的過程,你會發現牛油溶得很快 就可以先放進冰箱 然後讓它冰硬一點,然後再繼續 然後就可以把麵團摺三摺 做麵團的時候,最重要是定期補一補麵粉 滷的時候才不會黏著桌子 說明千層酥皮當然不止三摺 這個時候我們又要繼續滷薄它 也是一樣,滷成長方形 就可以掃走多餘的麵粉 這次我們會摺四摺 好,摺好之後就可以用保鮮紙包好它 再放到急凍櫃那裡冰30分鐘 讓它硬一點 冰好的麵團你會發現是硬很多的 記得要先滲一點麵粉 然後我們要做壓的步驟 壓完之後就可以慢慢滷開它 這樣也一樣,滷成長方形的薄片狀 我們就可以把它摺成四摺 然後一樣,用保鮮紙包好 再放入冰箱冷藏30分鐘 然後再來一次 先壓,然後再滷 掃走多餘的麵粉,然後摺成四摺 然後就可以用保鮮紙包好 再冷藏30分鐘 好,然後我們還是做剛才一樣的步驟 還是先壓厚滷的 不過這次要滷得薄過剛才那次 因為這次是最後一次 滷薄完之後,你可以看到大概是4mm厚 我們就可以切走多餘的邊邊位 因為那些沒那麼漂亮,我們收一收它 收好後,我通常會把它切成三份 因為我的用量每次大概是一塊左右 然後就可以鋪一些牛油紙上去 再把酥皮疊在一起 這樣存放就會節省很多 而且有牛油紙隔著 就不怕它們會黏在一起 做好之後,最後面和底 我們都鋪一張牛油紙 搞定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到麥薯袋裡面 然後就可以放到冰箱 大概都可以保存到4-6個月 什麼時候想用都可以拿出來用 好了,酥皮就做好了 所以下幾集我會做這個 酥皮忌廉雞湯 還有,大家叫了我做好久的葡萄 都會做的 當然不少,還有蝴蝶酥 如果你們都有興趣看下面幾條影片 記得要按訂閱按鈕 之餘,再按旁邊的鈴鐺 就可以收到出片的通知 如果你都喜歡這次的影片 記得要按個讚 好啦,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